国足球员真是已经突破了电影的收视率了,不管在哪都能看到,关于国足球员的信息,现在连看一部电影,都离不开国足了,你们有这感觉吗? 西红柿受付刚开播,就突破了16亿,被网友评价也是很高,但是有网友就看出了里面存在侮辱国足的意思,一起来看一下电影里的情节,能看到球员穿的衣服是广州恒泰,但是貌似国足球队里面有个广州恒大把,是不是真的和国足能挂上边呢? 不光球医是广州恒泰,更关键的守门员竟是一条狗,还说这个守门员可以准了呢?有一回达达和爸爸在草地上玩,说这狗的能力能甩国足几条街远呢? 国足再次被侮辱,看过这部电影的网友之呼,真过瘾,国足球员再次生草西红柿首富存在侮辱,有没有侮辱国足的意思,这个小编不清楚,但是里面确实和国足球员的场景相似。 同时,连国足高连发微博,里面配了三张电影里面的图,上面标注着,这对名,这对服,这对标,很有性感,求你们都沸腾了。 对于电影里的情节,你有何感想?不知道了有多少国足队员去看了电影?